小猴子被人关了起来不断冲撞 试图想要挣脱 但这小小的铁笼就像是监牢 要离开根本不可能 有小猴子出现反常行为 包着破步不停前后晃动 两眼无神又空洞 甚至沦为表演工具 这些猴子长期被饲养 有的用铁链绑住 严重脱毛甚至出现自残行为 有的尽管是沉猴 但是非常瘦小 除了这些还有更残忍的 台灣咪猴二零一九年开始 从保育类动物除名 但依然禁止饲养 动保团体统计三年来 发生上百起饲养事件 案件最多的就在高雄 户后团体推断 饲养大多在寿山 六龟 美农 就近距离撕捕撕麦 案件才会这么多 一定要针对野保法来进行相关的清查 也希望就二十一条来进行相关的解释 查七道的猕猴就会放到山林去 那某一些状况比较不合适的 我们也都为请高雄市动物园进行野放训练 原本应该在大自然生活的台湾猴 却被人类残忍饲养 户后团体表示希望政府能针对野保法 或是动保法禁诉修法 别再让这些小猴子成为取悦人类的无辜受害者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